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 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2月20号为您联合播出了海峡论坛 我是张荣香 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天讨论 接下来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荣香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荣香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要讨论日前在台湾可以说是非常轰动的陆军少将罗贤哲 他竟然是中共潜伏在台湾的间谍 那么同时潜伏的时间已经长达了9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两岸关系和缓的今日再度的在台湾社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也就是说在两岸关系即是缓和的时候 其实两岸的这种叠对叠的工作似乎还是在台面下继续的较劲跟进行当中 那么究竟我们要如何的看待这种谍报工作的进行 那么对于两岸关系居美中台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都是我们要探讨的焦点 荣香 谢谢博弈 这起间谍案所泄露的机密涉及指挥 管制 通信 资讯 情报 揭示以及正常能力 也就是所谓的C4ISR 对此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遗憾 未来将加强保防 台湾两岸关系近来虽然优秀缓和 但是情报战却没有减缓 而间谍案所泄露的机密 反映出资讯与通信战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这起高级军官的间谍案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 它对两岸的军事平衡 以及美台军事合作有什么样的冲击 都是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我们首先请博弈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博弈 今天在台北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军事专家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 那么李华球先生对于两岸的军事情事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与分析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和华府的嘉宾 以及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探讨今晚的话题 那么继续请容向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谢谢不易 欢迎李华球先生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VAPA的办公室经理 王巧荣 王女士欢迎您 谢谢农湘 各位在台湾两岸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 还有台北演播室的主持人还有来宾大家好 我是王巧荣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讨论间谍案的事情 好节目进行当中 海峡南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在台湾的听众和观众请先拨打00801102880 然后拨打8668375159 8710然后拨8668375161 除了通过广播和卫星电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外 习惯上网的朋友可以利用电子邮件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并且现在就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点击主页右下方的现场电视来看线上直播的海峡论坛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 首先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巧荣女士 巧荣我们知道两岸的关系在稳定中求发展 很和缓的同时间谍战却没有减缓 那么最近这起高阶军官的间谍案 对两岸关系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想自从马英九政府上台 马总统他一直有在讲外交修兵 然后他也一直很积极的进行经济上面的交流 但是我想对台湾人民 他不要认为是外交修兵到现在 其实这个间谍案的冲击 有点像是大家讲的所谓的休克了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其实应该要让台湾人民知道说 虽然说经济方面的交流 但是对于这种情报方面 还有对国防上面还是要有警惕心 尤其大家看其实去年 在美国也有侦破一件很大的间谍案 就是苏联的 在美国有现在十几个苏联的间谍 那其实你看这是一个两个发展很大的强势的国家 在间谍案这个事情还是有在还是发生的 那所以呢台湾呢更需要警惕 尤其是对他周边的区域威胁 或者说对本身有危险性 这个工作我相信还是有在做啦 那对人民来讲呢 对这个新房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对谢谢乔荣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厂长老师就告诉我们 小心匪谍就在你身旁要保密防碍 那么再来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华球先生 就是说您对于这起间谍案 对于两岸关系起了什么作用 有什么看法呢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一个间谍案 是这么多年以来 最高层级的一个间谍案 那么我过去也长时间在军中服务过 那么也了解到了 那么两岸之间 有许多的这个情报战的这个工作 事实上不是说是两岸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越进步越发达的国家 其实它的情报战越做得越厉害 那么越民主的国家 它不放弃一丝的这个 一丝好的这个支柱马迹 那么可见 那么这个情报工作 对于整个国家的整体的战力 乃至于它的扩籍的这个 世界格局的这个外交的战略 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两岸关系缓和的这个中间 那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就我个人 那么过去长期也曾经研究过情报战来看 我一点不意外 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偶然的发生的一个事件 那么很有可能在两岸之间 那么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从来不曾会停过 那么我也预判 两岸越发展往和平的方向走 可是呢 它的情报工作 并不会因为两岸的和缓 那么就会去于平淡 甚至于会消失掉 这个可能性并不高 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 所谓的C4ISR这个指管通勤奸争 那么在整体的这个国家战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轴心 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呢 我认为两岸关系的这个 往和平方向的发展的趋势呢 是会越来越明显 但不代表它的情报作战 乃至于各种的这个 看得见有形或无形的战争呢 也必然都会发生 不过呢 我也认为 那么既然两岸 既然两岸关系 往和平的方向在前进 那么 看得到 可我看不到的这一个战 随时都有引燃的这个机会 因此呢 我也觉得 事实上 每一个国家 它的生存的这个状况 都不一样 那么国家的综合战略 也有不同的角度 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件的发生 也代表了两岸关系 互信的基础呢 仍然属于薄弱的当中 因此呢 有必要更进一步 来 好好的来往军事合作 或者是军事互信 这一个事件来发展 我认为呢 是非常值得很期待的 好 谢谢李华秋先生 那么再来请教 华盛顿现场的王巧荣女士 就是刚才提到了 就是罗贤哲呢 他所主管的一些事务呢 涉及的机密 比较敏感的科技 包括了刚才提到了 西斯ISR 那么这对于未来 美国对台军售 还有美台在军事上的合作 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很严重很serious的问题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两天前18号的时候 马总统来接受 Washington Post的一个访问里面 特别一开始就有强调说 台湾希望继续再跟美国买一些先进的武器 包括说F-16CD 它的战斗机 还有两个package 另外也是F-16AB的一个upgrade 一个package 那我想其实这是一个跟 我觉得这是马总统 特别要跟美国要示好 除了说confirm说 我们需要这些先进的武器呢 第二方面是因为这个间谍案的事情 发生之后呢 对美国本身呢 我相信美国其实他一直在过去呢 他在对台湾军售案里面 一个很大的考量 就是因为他的 他会觉得说台湾的这个 保密的security的工作 是不是做得够 那这是他一个很大的考量 所以他有时候 他交给你东西 但是他没有 他的package 或是他的使用 是一样一样慢慢的告诉你 而不是全部就是turnover给你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的关心 好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美国他觉得他也有 他也很大的concent 所以昨天的这个台北 times 他有讲到说 AIT有确认说 美国有进来 关于这个间谍案的一个调查 我觉得美国他是很冷静的 在看这个事情 他是他也知道说 过去的情报 一直都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所以他就是很冷静的 来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他一方面 他也要知道说 马总统你对这个事情的处理 你的决心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他 他为什么他要来involve 在这个角色 在这个事件里面 扮演相当的角色 那对马总统来讲 其实我觉得他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